今年特别教会充满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我想迎向新的一年之前 我们先来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就先来看一小段影片 看这一年神怎么带领我们教会的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必不惧怕 神啊谁能向你 只剩只容可松可谓是心其实 看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天事天举 抽一滴攻击 我要更坚定 信靠你 你是我力量 你是我永远的争承 你的勇手是战胆里 牵出荣耀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到着你的身影 你的意思 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好 感谢神 从刚刚这支影片 对 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 因为神在我们教会 做了好特别好特别的事 我们的神太棒了 今年年初牧师就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 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神会在我们当中做新事 会有一个新的带领 那时候我坐在台下 我就想不晓得他是真的看到什么 还是只是就是这样子讲 我里面就 万一如果没有怎样的话 那是怎样 我是一个没信心的人 但是真的感谢主 今年太特别了 我们来施灵 二十几年 真的今年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景象 我和牧师心里常常有一个声音 就是说神 这是你的教会 每一次我们祷告 差不多每一天我们就在跟他说 这是你的教会 这是你的教会 我们最大的渴慕就是 这个教会要有神的同在 神的带领 神在这个教会里面 好像他很自由 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得着最大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在回顾教会 一整年发生的事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说 好棒好棒 我们是要有一个眼光 然后看见神的作为 然后惊叹说 神你真的 你太伟大 你也会对神 接下来要在他教会做的事 你是充满期待的 你会很兴奋 还好我参与在这当中 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教会 刚影片里面 第一个提到就是 在关键的时刻 神呼召我们起来怎样 祷告 因为神的家要成为 万国万民祷告的店 我相信大家回顾一下 今年年初 我们国家面临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是我们的关键时刻 我没办法讲具体 因为我们这个网络会公播 当时你知道 我们很多的牧者 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带导者 他们都在关心台湾 所以他们同时都领受 有一个灵感说 台湾全国要进入 40天的禁食祷告 所以就在3月7号到4月15号 我们有了为国祷告 守护家园 40天禁食祷告 不是只有我们教会 全台湾的教会 我记得那个时候 在那个B1的走廊墙壁上 贴满了每一个小组 多少进食多少餐 进食多少餐 对不对 我们真的很参与 在这当中太好了 那经过了这40天的祷告以后 就在4月14日 耶稣受难日跟4月15号 我们在凯道 办了一个24小时连锁祷告 国家祷告祭坛 还记得吗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去参加 对 我们的青年是守半夜的 他们昨天下午我跟他们说 你们还住在那个帐篷里面 记不记得 他们说记得记得 他们是守半夜 我们成人是白天轮流的 那自从那个之后 我们的教会开始有了 新启味台湾的祷告会 就是现在礼拜六 早上八点到九点的时间 刚才影片有 鼓励弟兄姐妹 可以分别时间 一起来参加 接下来影片提到 就是247的祷告 247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 那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计划出来 然后就是神自己成就了 所以你知道 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 因着到美国 接触了这个彼得师母 我们就在四月底 举办了几场与神对齐的祷告特会 明年三月我们还是邀请他 在来我们当中 那所以我们就从今年的五月十七号 凌晨零点零分起 我们247祷告祭坛就正式启动 到目前站岗的总领 总领人数 一共多少人 超过了2300人 弟兄姐妹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是太厉害的一件事情 有2300多位 每个礼拜不同的时间 同时在为一定的事情祷告 这样的一个祷告祭坛 建立起来是神自己的心意 我们就看见 每一周主日崇拜的news里面 都有247的见证 好像我们更多专注在为教会的事 为国家的事祷告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个人家庭经济工作身体 这些方面都经历很多的突破 而且盖下一个很强烈的字节 我们就发现 最近弟兄姐妹 今年好像那个灵就被提升了 今年你知道全民封圣经 我们破纪录 你知道有多少人完成一年读经一遍吗 今年我们一共有超过500位 完成一年读经一遍 你知道我们好几年都有推动 大家读圣经 可是大概都是300多人 或400多人 400人差不多 可是今年突破500人 我就说 主啊400两堂更可慕你了 然后接着 今年所有的特会 今年很多特会 我们有与神亲密特会 我们有先知特会 我们有君尊的敬拜 这样的特会 你知道每一场都好多好多的人 超过我们所想的 这样来报名 我想对整个400两堂 我们的灵是提升 我们是可慕的 然后我们看到第17届 上一届9月的机万营会 也破纪录的报名人数 哇大家很可慕 18届现在正在报名 你知道有一个小组 只有一个小组 他就报名了17个 目道 全部都是目道友 第一次来教会 就是这样 我说上帝 你要在士林灵堂上 做什么样的新事 我们太高兴了 那接着 我们的影片又提到 247祷告捷径 我们这个器皿后 在6月的时候 还记得吗 神为我们预备了 超自然大能的特会 这是在灵粮山庄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 去参加 好多好多的浇灌 好多的医治 病得医治 然后心灵释放等等 还更有许多年轻人的生命 被翻转 活在超自然里面 神把我们士林灵堂上 带进一个超自然的领域里面 我顺便广告 今年使徒还会来 今年的时间定在8月底 所以大家预备 真的 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场地 在和平篮球馆 好 然后经过了这个以后 我们看见神也在 跨文化方面 为我们该有很大的突破 过去十多年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做跨文化的宣教 可是后来在一场聚会 2014年的时候 神感动牧师 他就说 四里宁灵堂他勇敢起来宣告 他说四里宁灵堂要成为一个 跨文化宣教的教会 那我们很愿意做 可是都没有人要被拆牌 也没有人要拆谁 那要是要怎么做 你懂吗 不是那么简单 说你要做就做 就没有人啊 那怎么做 但是好奇妙好奇妙 神就成就 所以今年我们在 哪里啊 以色列的拿撒勒 我们就有一个 耶稣君王之家领导堂 跟我们连结 然后成为分堂 沙林牧师 我们大家都认得他 这是他的全家照片 你说以色列 拿撒勒 拿撒勒是什么地方 耶稣出生的地方 那拿撒勒传福音不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 因为拿撒勒 现在全部都住的是 阿拉伯人了 所有的招牌 所有的他们也跟 耶路撒冷完全都不一样 耶路撒冷做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也不管什么安息日 所以你知道 他们范围不是在犹太地 他们已经归巴勒斯坦国那边 所以这是很有争议 那但是就是在这里 神给我们了一个分堂 现在挂的是什么招牌 灵良堂 这实在是太突破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年六月 感谢主 我们又拆派了毕姐 PJ到孟加拉 其实他本来就在孟加拉 那我们八月十一月 也都出了一支短宣队 对到孟加拉 在孟加拉 我们关怀 贫民窟学校 教会附设的贫同 还有孟加拉的原住民 都有很大的突破 那你知道要 我们的士林堂堂的意向 就是要建立教会 但是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关怀 先开始做 最主要是要有同工 毕姐就在那里 他在那里 我们真的是觉得 是神赐给我们的 然后不止在孟加拉 你知道在尼泊尔 哇 你知道 我说上帝 你给我们都是这种教会 我们要跨文化 就是都是这一种 哇 极端极端 需要我们去帮助的 以尼泊尔 喜马拉雅山就在那 很多人去 因着去喜马拉雅山 说要去尼泊尔 但是很少人能够去那里传福音 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九月的时候 我们邀请尼泊尔恩典教会的牧师 旁边有那两位是牧师 那个年轻人是他属灵的儿子 那他带信主 在尼泊尔他们有十几个教会 但是他们都不是全职的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穷了 所以都是要自己 自己打平自己工作 然后到周末才能够到教会 所以现在我们就支持他们 我们奉献给他们 能够请全职专心的牧者 不用还要靠自己啦这样子 对 那你知道我们邀请他们来台北的时候 他们连护照都没有 他们就没有出过尼泊尔 他们就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 所以办护照都办了半年之久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感谢神啊 我们也资助了他们创办的儿童 希望之下就是不是教会 是孤儿院的部分 所以这个牧师很了不起 他有孤儿院 他养了很多的孤儿 同时他又有教会 等等 那感谢神一路以来都神自己做事 那接下来神还成就了一件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建堂迈向一步了 这是我们那一天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终于拿到执照 因为已经过了九年了 我想大家也都觉得 到底有没有啊 我们在这里也很好啦 不搬也就算了吧 好啦好啦 但是2017神说 时候到了 我们就去了 我们就开始可以开工了 所以这是一块神迹之地 相信不久的三年以后 会有一个荣耀的圣殿 在大致那里 那这个新堂最核心的托付和使命 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所以很特别 今年先知透过预言 在三月份也赐给我们 开创福音的新的策略 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要有新的鱼儿 那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叫新的鱼儿 因为我们做外展 已经做到有点手软脚软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他说给我们新的鱼儿 哇 结果到八月 我们终于知道 我们去参加了台中幸福的 密训研习会以后 我们都被福音的热情燃烧了 里面对灵魂得救充满了负担 你知道这就是 我知道每一个牧区 真的每一个牧区 在这个圣诞季 都办了好多的福音活动 带好多的牧道友 我们统计啊 这个圣诞季 我们接触的牧道友 无论邀来福音活动 或者是去为他祷告会 邀来圣诞晚会等等 你知道我们接触了两万个 两万个新朋友 你知道这个是 大家多么努力 愿意把福音分享出去 真的感谢神 我们的受洗人数 也比去年增加 那不但如此 在牧养上面 教会的牧养组织架构 在今年也转型了成为三个团队 就不是单兵作战 不是一个牧区 一个牧区 我们把几个牧区合起来 所以我们有三个团队 我们现在不太说 所以大家还搞不清楚 我们慢慢的 就说你是什么牧区 那你知道你是什么团队吗 我们现在是讲团队 对不对 这个时代是讲团队 那团队就可以实行 耶稣要我们的彼此相爱 不是只雇我自己 而是成全别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 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 在这里回顾 2017神怎么眷顾呢 因为这可能我们今天主题 蒙神眷顾的一年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2018 我期待神同在 神掌权神一到 好 我们先来读生命纪十一章 十一节请 你们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要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这一节圣经实在太宝贵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给你这个应许 只有我们的神 他答应我们说 从岁首到年终 神要眷顾这地 跟我说一次 从岁首到年终 神要眷顾这地 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2018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作为神儿女的我们 可以有一个肯定把握 就是神跟我们说 从岁首到年终 他要眷顾我们 这是世人所不能给我们的 只要有神的眷顾 再多的困难 我们都不用害怕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安全 已经有一个保障 有一个保证 就是告诉你 你是安全的 因为神会眷顾你 一个走神道路的人是安全的 那么要怎样才能有 蒙神眷顾的一年呢 以下分三点来讲 首先就是 凡事感恩 跟我说 凡事感恩 你要有神的眷顾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凡事感恩 那经文在路加福音17章 路加福音17章 这里讲到 耶稣医治几个大麻疯 十个大麻疯 但其实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 意思就是说 九个人都忘记了耶稣 要感谢他 所以在第十八节 耶稣十八节 耶稣说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什么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那意思是说 这个撒玛利亚人 比其他九个人 都更有福气 因为他得到了 加倍的祝福 他说 你的信救了你 意思是什么 就是 你不止大麻疯 得到洁净了 医治了 你的罪也得到赦免 你的全人都得到医治 这个故事 教我们一个事情 就是感恩会扩张恩典 感恩是开启 下一个恩典之门的钥匙 感恩好像一朵花的花香 自然就吸引了恩典的蜂蜜来 那如果有两朵花 那蜜蜂会到哪里去采蜜呢 恩典的蜜蜂会到有花香的那一朵 就是感恩的那朵花 当你越懂得感恩 感谢神每一天的保守眷顾供应 自然你就吸引神的恩典领到你 你自然就又成为一个蒙恩 而且恩上加恩的人 有位美国的作家沃德 他说感恩能够把平常的日子 变为什么 感恩节 我昨天问青年说 感恩节你想到什么 他说火鸡 我说感恩节不是要像我们想到火鸡 感恩节要想到什么 我要向谁感谢呀 感恩节是这个 我们不要只想说吃什么 我们要重点是要去跟谁感谢 他把例行公事变为喜乐 把普通的机会变为祝福 对 知名的英国步道家斯布珍 他也说在患难中感恩患难就会结束 你很讨厌这些困难对不对 那希望他赶快走 怎么走啊 你就感恩 为这个困难感恩 他就会走掉 你试试看 然后在亨通中感恩 亨通就得意怎么样 延续耶 你喜不喜欢亨通 你就继续感恩 亨通就得意延续 感恩其实是一种选择 他选择去尊荣神 改变我们的行为 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 所以诗篇一百篇第四节说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什么 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那怎么培养一颗感恩的心呢 那个关键在于你要转移焦点 选择去为我们现在拥有 面对的来感谢神 转移你的焦点 当我们在一个困难里面的时候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 我们常常会去找帮助 或者找朋友 比方说有个情绪上的一个 搅扰 我们会想要找人诉说 特别女生 就找人讲讲讲 哎呀我气死了 他怎么说 怎么怎么讲 你知道当你一直说这些的时候 你的焦点在哪里 就在这些所谓的伤害里面 你的焦点不在神 你的焦点也不在感恩 因为你就又把那个情绪 又惹出来又讲一遍 然后如果你遇到的是不对的人 他就跟你火上加油 然后你们两个就一起同仇气概 对 那所以最后完了 你还是觉得你没有得到帮助 你的心还是很不快乐 可是如果改变 我就告诉自己 如果我在碰到什么事 我要想上帝 我就直接说 上帝我谢谢你 你让我碰到这么不开心的事 我就相信你有祝福要领到我 我感谢你 我还可以承担这件事情 我感谢你 你还选我要来学习这个功课 我就不要去找人去说说说 一直讲那些细节 我就发现这样的生命 带给我无限的祝福 我单单为了神而感谢 相信他是一定会带我们走过困难 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Goodyear这个轮胎 是很有名的品牌 对不对 你们都看到 他的创办人名叫Charlis Goodyear 他当年因为不肯去法院作证 结果就被判刑 就被打到监牢里面 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他就被派去厨房做助手 你知道他没有埋怨 他的心仍然存感谢 有一天他在厨房工作的时候 就看到橡胶就被火烧了 就溶掉 他突然就有一个灵感 他可以用高温和硫磺 来处理那个橡胶 结果这就成为车胎很好的材料 因此就有了这个世界知名的轮胎品牌Goodyear 当我们对任何一件事不满意的时候 它就会使我们的心不自由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释放 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心 为我们拥有的一切感谢 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会带来改变 弟兄姐妹 凡事感恩的态度 是您领受神祝福的开始 第二 有神的引导 有神的引导 那经文是在出埃及记 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走路的时候 都是谁引导他们 神的什么东西引导 云柱火柱 那是真的云柱火柱 他们看着云柱火柱 因为神他们看不见 那你知道牧师跟我这么多年 在司令领养堂 面对各式各样的难题 我们真的只有向神说神你来引导 我们真的没办法走 我们也不会走 比方说我们遇到这两年 我们做外展 外展真的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在这里讲 你有做外展你就知道 真的做得很没力 然后我们说怎么办呢 那神啊那要怎么做呢 好不会 今年神就告诉我 做不同的鱼儿 结果神就自己开始 在我们当中做事 弟兄姐妹开始对传福音 充满了火热 那这就是好像旧约的尼西米 他说什么 他在见耶路撒冷城墙说 他说是因为我神 施恩的手帮助我 正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有神的同在吗 我们的人生有神的引导吗 有求神施恩的手 新的一年可能每个人 我们都会有一些计划 有一些梦想 有一些我们需要 我们去完成的事情 这都很好 一个懂计划安排的人 才会有前瞻 如果我们都没有梦想 没有计划也没有想法 日子就这样一直过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资源都会浪费 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过去 很多的时候 或是我们重新 就是一直重来 一直重来 重复的模式 或者白走路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了 圣经上保罗很会做计划 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这里 他第五节 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 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去 或者怎么样 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这是保罗的想望 我要做计划 计划就是我要从那边经过 然后你们就可以跟我见面 我就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保罗的想法 可是很重点是到第七节 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他说主若许我 有没有看到 跟我一起说 主若许我 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见一方面保罗他有计划 他有想法 他有安排 他有规划 他有渴望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保罗把计划最后的主权交给神 然后第七节他就说 主若许我 这是多么宝贵的态度 我想这是新的一年我们要 想要蒙神眷顾很重要的态度 主若许我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 不管我喜不喜欢神是老板 不是说我做了计划 我就拼命地照这个计划 我要把这个计划交给神说 神你是计划的老板 你成不成就这件事情 神说yes 我就继续往前走 神就会有印证 如果老板不允许 那还是不行 第二个概念就是 神掌管明天 因为我们的判断 常根据我们的资讯了解 可是我们的资讯都非常的有限 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资讯 所以只有神才知道明天 祂才能掌管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该做自己的计划安排 但同时我们有一个态度说 主你才是掌管明天的主 你才知道什么最好 正如牧师说的 牧师说的很经典 他说什么 做神要我们做的 但结果在神手中 对 什么叫做神要我们做 就是你要去做 你不能只是在那边等 你一定要行动 你要计划 你要安排 你做神要我们做 可是你要同时有一个态度说 主这一切结果在你手中 所以神不一定在你的计划里面 祂背书祂盖章 以至于当没有照你的安排计划 神成就的时候 你不致失落 你不是说那呢 因为他是老板 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做父母的 请不要强迫孩子读这个读那个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替他安排的以后有用 我们在大学学的过几年 全部都过时 现在社会就这样 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影片 主题叫做 明天你还跟得上吗 这是很恐怖的 里面的影片提到 未来的工作形态会有的转变 比方说 大家都知道AI智慧机器人 会取代人力 然后办公室会变移动的 普及了 或者数位技能 M型化等等 过去我们觉得 哇这个还很久 离我们很远 我还是能够怎样怎样 但现在看来很快就会来 前阵子新闻提到 万芳医院推出全台 第一个AI聊天机器人 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万小芳 他提供使用者 24小时询问 看诊 科别 快速的挂号 就医记录查询 等等相关的医疗服务 你看 很快的 这时代会改变 所以弟兄姐们 每一个人 我们对2018 我们要有梦想 我们要有计划 要有安排 可是我们要把最后的主权 交给神 这才是一个蒙神眷顾的人 好 我讲第一点 凡事谢恩 第二点 有神的引导 第三点 尾声教会 尾声教会 跟我说 前面我们提到2017年 神在教会做的事 不知道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联吗 我们是不是觉得说 啊 好棒喔 好棒喔 这是你们的事 你们教会的事 还是你的感受是 这好像就是我家发生的事 你知道很多的人会跟我说的话的时候 就说 你们教会 你们教会 我说到底是你们还是我们 这到底这教会是谁的 神的当然都是神的 但是是你的吗 是你的教会吗 对 你是怎么样跟人家说 说教会 你是说我们 我们教会 还是说 那个教会 那个是林林良堂 对 那教会跟我们 到底是怎样 你觉得这个教会只是 牧者 刘牧师 有困难 刘牧师 刘牧师会去解决 刘牧师有神的恩典 还是全职同工的事 都是那些三楼那些人的事 那跟我没关系 对 我只是来聚会 每一个礼拜 我们来到教会 只做做礼拜 参加小组 然后结束以后 我们就拜拜 继续回家过自己的日子 还是我们跟教会有所连结 《使徒行传》26章12节 这里 这里是保罗 他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命令 他在跟亚迪霸王述说他的经历 然后到了16节 16节 他说 主就跟他说 说什么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等等等等 保罗 原来他只是要去抓那些逼迫信耶稣的人 可是这一个大马色的异象 特别主说了这句话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他这句话 主宰了保罗一生 引导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步骤方向 他就伪生在这个异象里面 同样弟兄姐妹 你来到士林林良堂 或你认识神之前 你的人生是如何 当我们认识神来到教会 我们的人生是如何 我们有没有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更重要的向神求异象 求神教导我们怎样过日子 怎样过一个有价值 有意义 有目标 有伪生的人生 我们办公室有一位 创意媒体部的主管 我们叫他阿子 好几年前我在服务台遇到他 我就问他说 你要全职吗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小心一点 离我远一点 免得我问你说 你要全职吗 这个阿子 一句话 他就全然降服 走进了这条荣耀的道路 后来才知道 他是因为减肥而信耶稣的 耶稣真的太厉害了 你知道 之前他做过记者 做过企划主管 投信公司的主管 因为他很喜欢挑战 可以说全职之前 他有一份很优渥的工作 因为他很年轻 对 他现在还很年轻 所以他离开投信公司的时候 他的老板就是不放他 然后就想说 你去什么单位 做那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来了 但是因为伟生耶稣 伟生教会 创意媒体需要主管 他就来 以前他看财务报表 他看股票趋势 一夕之间他变成 天天活在音乐展演 艺术文字 还有新媒体当中 看似他生命的大转弯 但是这个伟生 确实他被成全 开启了另一个 无限的可能性 刚过去的圣诞节 所有的节目 就是创意媒体团队的呈现 是不是太令人压抑 今天晚上也是 我们所有我们的活动 都是属于阿子 他们整个团队的呈现 团队里面没有专业的人 没有舞蹈音乐专业人才 都是平凡的妇女跟大叔 却谱写出最动人 最精彩的故事 你每天早晨 是不是被刘牧师传递 最简单日常 却深刻的心灵密豆奶 唤醒呢 每周一到周五的 清晨五分钟中广的节目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心灵粮食 透过社群网络文字广播 成为强大的福音工具 影响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看见神亲自 靠赏伟生的人 扩张伟生的人 祝福伟生的人 阿子从来没有想过 他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神使不可能变为可能 伟生看起来是一个挑战 可是你想要一直坐在戏院里面当观众 观看一切神迹的发生 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 落幕后回到你原来的日常 曲终人散后只是一场梦 一切的经历跟你没有关系 还是你愿意参与在其中 成为神国度里面 神迹奇事的见证人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 甚至亲自经历这一切 你是否期待 渴望 神在你在我们当中做更大的事 我很喜欢听生命和舞团 艺术总监美玲 分享舞团成立的故事 这个舞团是有一群 不会跳舞的阿巴桑开始的 只单单因着伟生基督 伟生教会 他们开始每周的练习 缝制舞台的衣服 制作惊奇的服饰 一次次的伟生 带来一次次的成全提升 如今我们每个节庆的音乐 舞蹈 戏剧呈现 都化成一幕幕 感动人心的作品 带下神国难以想象的 属灵影响力 如果他们没有选择伟生 下一步 他们可能到现在 还只是一群闲话家常 只绕着儿女家庭需要打转的 欧巴桑 新的一年 我鼓励你 从观众席走出来 使教会的意象成为你的意象 邀请你一起来参与 第一手见证神的作为 使你的生命被成全 被提升 我们越南福音中心的负责人 俊燕 熟利驱都 本来他们的名字 只是成功台商名录里面的名字而已 但是因为参与千间分堂的意象 神使他们超越提升 拿到不可能的大订单 真的不可能的大订单 如今他们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进到越南新兴之地 富美兴 富美兴地区好像就是台北的东区 这样的地方 为神建立更强壮的教会 刚过去的圣诞节 他们在当地饭店 你看这个饭店 举行了超过250位以上成人的圣诞晚会 带来震动和祝福 这饭店很厉害 很不会输台湾的 神带领市里娘堂 走过二十多年 每周有上千个伟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服事 被成全 大家不要误会 我总想要大家全职 或我总想要大家更多服事 其实对于更投入多少时间 我没有答案 因为那是每个人 你自己跟主的关系 是我们自己到时候要去跟主交账 也是神会把我们记录下来的 对 我深深的想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 让神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 跟基督所爱的教会 产生更深的连结 进入更大的突破提升 我们要相信 神向着我们有无限的盼望 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神 神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完美荣耀的计划 我们相信 新的一年 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神求 求神把对我们人生的目标计划 使命指示出来 而不是求神让我们只要安居乐业 养育儿女或者成功立业 我们要向神祷告说 主啊 求你给我们人生的意向 给我们人生的盼望 也许每一个人不一定都会有直接的意向 可是我们可以委身教会 跟随教会的意向 新的一年 盼望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心志 就是委身教会 要有一个期待 说神我要在这里经历你的恩典跟祝福 我要跟上你在这教会所做的事 他不是一个要求规定 也不是小组长逼你 你才来 你不是跟人连结 你而是跟教会连结 如此你在这个教会才有一个归属感 你才在这里能够被成全 生命持续成长更新 今天我讲如何过一个蒙神眷顾的一年 有三点 第一是什么 凡事感恩 因为这么做就改变我们的焦点 更多去看神的作为 也能够更多经历神的恩典 第二有神的引导 新的一年我们都会做很多的计划 但重要的是计划里面没有神的同在 如果是神许可 就一定能够蒙神眷顾 第三 伟生教会 我们想要生命改变 有所不同 我们就要跟随神给教会的意向 在神的家里面不断成长 我们的人生才会蒙神眷顾 充满恩典 我们请敬拜团来台上 我们就要来唱这首荣耀的呼召 我们来回应神 你先上当作活鸡 我要快一点快一点 神节会中的器皿 最丰富恩惠的充足教官我 使我哇气力 充满我的能力 靠去双手赞美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全人全人都给你耶稣 你生意获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想着标杆 齐巴在此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鸡 做出神节会中的器皿 你先言不安 为你从主教官我 使我哇气 宠百过大难理 靠去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义活出拥有的武者 勇敢地向着挑战之方 我们同身开口来回应神 主啊我们要来感谢祢 每一个人开口来祷告 每一个人开口祷告 我要回应上帝 主啊我要回应祢荣耀的呼召 主啊我要由祢的引导在2018年 主啊主啊我要向祢感谢 哦祢带领我们过二的疫情 主啊我凡事要感谢祢 主啊我要求祢把祢的意向赐给我们 主啊为生日祢的国度 为生日祢的教会 主啊赞美祢 主啊我的脑海不再只有我自己的事 主啊我要充满祢的荣耀 主啊的荣耀充满我们 主啊祢提高我们的眼光 开阔我们的眼光 主啊说我们看见祢所看见的 主啊我们关心祢所关心的 主啊向祢祷告 主啊转移我们的焦点 主耶稣谢谢祢为在困难中的弟兄姐妹 主啊我们学习来感谢祢 哦主耶稣主耶稣 祢是风平浪静的主 主啊我们赞美祢 主啊谢谢祢 哈雷路亚 谢谢主 哈雷路亚 主啊我们大大的感谢祢 今天祢提醒我们 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凡事感恩的人 哦因为我们多么想时时刻刻蒙祢的眷顾 我们必须像那个撒玛利亚人 我们是纪念祢恩典的人 主啊谢谢常常提醒我们 转移我们的焦点 让我们从困难的里面转向祢自己 数算祢的恩典 主我们赞美祢 主啊我们要有祢的引导 主啊我们要说 主我们很乐意做什么 但是主求祢许可 求祢许可 因为祢才是老板 祢知道我们的未来 2018我们全部交在祢的手中 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寻求祢的人 事事得到祢的应允 让我们不再习惯只做自己的计划 我们邀请祢参与在这个计划的里面 主啊谢谢祢 让我们成为一个尾身异象的人 主啊祢呼召我们才提升我们的眼光 使我们眼光从我们自己 从我们自己的事转向祢的事 主啊主啊谢谢祢 祢指我们跟教会连结 把我们放在祢属灵的家 让祢的家一切的资源 一切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 主啊我们因为与祢的家连结 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祝福 主啊我们相信祢 我们的生命会被更多的成全 主我们赞美祢 彰显祢的荣耀 继续在祢的家做奇妙的事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感动 圣灵的交通引导 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哈雷路亚一起说 阿们 耶 拜拜